嘿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世界上唯一一间立体风格咖啡馆在哪里 它就在布拉格 Grand Cafe Oren 一进入立体主义的黑麦当纳之家 就看到灯泡形状的楼梯 这也是我在布拉格要打卡的景点之一呢 真是一举两得 装潢现代典雅的立体派咖啡馆 Grand Cafe Oren 它建于1912年 不幸的是这家咖啡馆只开了几年 因为当时立体主义不再流行而关闭 2005年 咖啡馆根据内部原始照片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 从门把手 家具 陶瓷 桌椅和沙发 都保留了当时古色古香的气氛 现在仍然看得到当时立体主义的风格呢 Grand Cafe Oren 被焦点杂志评为欧洲七大最美丽咖啡馆 立体主义在1900年代曾是布拉格的一种时尚 当你进入咖啡馆的门面时 你会注意到中轴线越来越突出 咖啡馆的露台座椅是非常舒服的 尤其是在阳光明媚的下午 你可以一边享受美食和咖啡 一边俯瞰布拉格美丽的街道 如果在冬天 贴心的咖啡馆还会为你准备上茅毯呢 如果咖啡馆在不忙的时候 热情的服务员还会坐下来陪你聊上很久呢 Grand Cafe Orion 距离市政大楼附近的火药塔 仅仅不治药 这间咖啡靠近布拉格很多景点 逛累了来这里喝一杯 享受一下立体主义的风格 真的太值得了 Grand Cafe Orion 的亮点就是这家复古钢琴 如果你对这家钢琴感兴趣并且想试一下 这里的服务人员非常期待你的表演呢 咖啡馆的气氛已经像电影一样了 再加上现场钢琴音乐 布拉格的下午没有比这更快乐更浪漫的 关注我带你喝遍全世界的Cafe